当我们跟神接触的时候,最可怕的是什么?最可怕的就是建立观念,最可怕的就是建立意识形态,观念用现在来讲就是可怕的意识形态,种族跟种族的意识形态,所以会杀,政治立场,政治立场,意识形态,所以很可怕,很可怕。 所以这个就是说,观念很可怕,但是观念也很好,看你用什么心,当你建立这个观念,你在落入这个意识形态,强烈的主导的时候,就很难解开来。 所以所有的众生,全世界的众生,通通活在自我的观念里面,自我的意识形态里面,根成建立的这种观念,牢不可破。 种族跟种族就会死杀,政治的政治立场就是斗得你死我活,为什么?这个就是意识形态,很可怕的,国家跟国家,之所以战争是为什么? 就是意识形态,看法不同啊,看法不同啊,我跟你的看法不同啊,那就怕啊,我要这样,你就会这样,对不对? 就就拼,那个被欺负的,我要生存,我当然要拼啊,不拼不能活啊,他就杀,所以,佛陀说,发动战争就是一种罪恶,不管有理跟无理啊。 只要发动战争就是一种罪恶啊,你看要死多少人啊,毫无理由的,对不对? 本来可以结为连理的,是不是?上战场,我不认识你,你也不认识我啊,就开始打啊,为什么? 我说我爱国,你当然也说你爱国啊,大家都爱国啊,谁不爱国? 所以你知道佛法的伟大,他就是完全超越表象。 完全超越观念,也完全超越意识形态,意识形态,他的日子就不一样了,完全不一样。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,观念是很可怕的,意识形态是很恐怖的,当他建立再加上职责的时候,就可以杀人。 男女之间,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?就是意识形态。 那男的爱你的,他就占有,占有的时候就会引发杀意啊,我占有他,别人是不准靠近的。 别人是不准靠近的,靠近就,就是淡掉你,因为他是我的啊,这个观念一建立起来的时候,没得了。 啊,占有就会引发杀机啊,所以一切的众生,之所以杀,之所以真,完全就是根,成相结产生的,忘事,知道吗? 虚忘的意思。 而我们如果了解,哦,根成所建立的意识形态,观念,他是虚忘不实在的,那我们就,就不必这样啊。 让日子更好,过来更不好,让他看火一点,不是很好吗? 看火啊,不像国际北山说,看火啊。 所以,现在人们就是不想看火自己,因为不想挖,所以不看火。 他就挖得准备死了,对不对? 没想过去自己了,不懂得怎么生活,所以,诸位,你们今天能够来听这个佛谎,一定要记住,尊重别人,你说什么我都没听, 啊,我对生灭无常的世间,怎么样? 啊,彻底没有意见,就困我了,对吧? 本来我们的心体是一致的,没有难所的,没有观念,没有这些意识形态的, 我们充满的般若智慧,体大,向大,勇大,绝对的大,而且绝对的包容,不是这样子火的。 所以,你只要记住,这辈子你没有写佛,会怎么样?会死得很惨。 真的,日子你都不知道怎么过,你日记就不知道怎么过,你不用感谢我了,感谢,对对对。 感谢,感谢,感谢我就,哦,真好,最近,人家说,哎,师傅,啊,你皮肤哪里这么好? 哦,最近有人送我带,美败,哦,皮肤,不错,像游新生,可能讲任言经有功德吧? 哎呀,可能讲任言经有功德。 谢谢,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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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, 感谢观看